未来的甭说一百年 未来的五十年 我们在座的人都不能预测 这次信息加智能革命 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 所以很多人都惶恐 你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惶恐 跟我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惶恐 是一模一样的 我依然也有 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自己能够自我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养猫 为什么养猫呢 就是我能看着它有一个轮回 对吧 猫的寿命一般在十五到二十年 你很容易看到它一个完整的轮回 但我们人看不了自己轮回 我们都是平等的 按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现在不到八十岁 你怎么看人家轮回呢 你还没看完呢 人家把你看完了 对吧 你现在人呢 是工作压力大 学习压力大 可能你一生中 压力最轻的就是上大学这个时间 你可能现在不太服气 你说我现在挺累的 老挂科 是吧 上课还打瞌睡 你仔细想 你比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减轻很多 你工作时候的压力是 工作的压力是你自我给的 你在学校里好在 还有老师给你点压力 让你把学分积满 你得到时候得毕业 对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种渠道的舒缓 你看那个撸猫 我到日本看完了 我一开始都不明白 那排队 我说干嘛呢 说撸猫呢 他家里养不了猫 然后他就节假日呢 就跑到那个撸猫小屋 花多少钱 进门呢 撸四十五分钟 花完钱进去 排着长队 出了一个进几个 出了一个进几个 日本人规矩 四十五分钟 绝对到点出来 就是它是一种文化 所以我们需要 当我们的生活中 需要我们对 这个世界负责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中 找到了关爱 我们一方面 应该关爱别人 另一方面应该 享受这种关爱 你的同学 对你的一个 虚寒问暖 你感冒的时候 他从兜里掏出一片 要给你的时候 这都叫关爱的传达 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 这个社会充满爱 但是不幸的是 你生活中 有时候会遇到 你人性恶的那一面 我们为什么 人类要警觉呢 是吧 人就是在善恶之间游走啊 古人说了 从善如雷土 纵恶如弯弓 就是你做好事 就跟堆山似的 一敲一敲的 你把这个山做起来 堆起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恶是在剑上的 在这根弦上的 只要你脑子一松 怎么就出品 所以说 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 你只要进入恶的通道 一定是崩塌的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 我们生活中 一点一滴的 不管你是人与人之间 还是人与动物之间 表达这种关爱 所以今天全世界 对动物都探讨 动物的福利 它是表明 你人类站在最高物种 对所有的弱小动物 都是关爱 什么是弱小动物 大象就是 老虎就是 我本人是野生救援工艺大使 最著名的那句口号就叫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要坚持这种社会责任 我们作为这个地球上 貌似的主宰 我们人类老说 我们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主宰 你只不过是个貌似的主宰 你随时可能让自然干掉 对吧 我们要知道关爱同类 关爱他类 都要关爱别人